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 欢迎来个板击大关的关注吧 秦某又来了又来了 这次的话他胜率很高 看来他胜率是81点几 然后现在14名 离S牌只差一步之遥 我们又来狙击了 狙手 我们狙击 这道阵容其实打黄一之珠非常厉害 为什么呢 修击快 然后这张地图有祭司连个大洞 对于黄一之珠来讲是不太好打的 所以说他要在防守端去打出一个过半或者双挡 这边上来追娃其实蛮亏的 黄一鼠上来追娃是蛮亏的 他这边在找积极师 但积极师已经从另外一个方向拉开了 从现在这个节奏点来判断呢 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 就这局其实穷者输不了 在防守端 得打一个 说实话打过半 其实穷者只要不要去硬打 过半了 救下来挂飞以后 机子差不多也够了 三人开门战保个平是可以的 就怕的是什么呢 就穷者前期 比如现在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以后 他们来硬打 想去打一个四人开门战 反而被黄一之珠抓到 现在的话抓积极师 这边抓积极师 外面 等到积极师倒地 差不多外面应该是有个三台了 接近三台 如果说这边能够再穿一个大洞的话 我觉得这局黄一之珠 理论上面来讲 是没有什么太多机会的 那这边再大一刀吧 这边是用触手拍 也可以 前面的话穿个大洞 知道你是插眼的 怎么的你能拦住我 这里黄一之珠 一定要先把这个洞给打了 对 把洞打了 对对对 那这边的话 积极师你打洞 我穿别的洞走 继续拉 拉到一个不干了 密码机的点位就可以了 还行吧 还行吧 看了一下还可以 因为这边祭司 其实是过来补了一些洞子 所以他的一个机子 也没有那么快 祭司87 铁王师这边差不多 前锋这边的话 是来保一手 这手其实我觉得不是很有必要保 来了 来 这一波 打你一刀前锋 有一说一 这个局其实不是特别需要保 需要的是什么呢 需要的是前锋 把自己第一台机子修掉 他把自己第一台机子修掉 其实更加重要一点 现在来抓前锋吗 这波抓前锋 好像也可以 底牌直接切闪线 那只需要做一波成功的防守就可以了 看是祭司救他 条尸来救 但这边切了闪线以后呢 前锋手里面是有大半颗球的 有2-6的可能性 看一下 这边条尸是一个薄命 没有选择救人 祭司好像是准备过来救人 祭司的话 这边也是一个薄命 这个局 我觉得翻了呀 全来了 穷者的节奏被全部打乱 现在最大的问题呢 不是说救不救得下人来 而是他们的密码机 出手 拍 没拍到 啥都没拍到 那这边要换抓 这个时候只能换抓提昌尸 不能选择去打前锋了 前锋肯定抓不了的 你前锋来救人吗 让你来救 这个局其实到刚才这个节奏点 大家看视频的话往回拖一点 看一下 当时四个人 全部在黄一柱面前 他们能修的只有这一台机子 整个局势是崩的 整个局势是崩的 这一轮的一个调整 对于穷者来讲 他们 机子是不够的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还是前锋第一波 其实 基尔是那个位置拖的 虽然说玩玩没 但拖的时间不短 所以说前锋如果说能够 先把自己的机子修掉 然后外面的 调师和那个祭司 祭司也修掉 那就是调师和祭司 一人修一台 这边的话人就不下来 赢了翻盘了 这样的话是一个 我觉得怎么地都输不了的局 怎么地都 追个双岛 前锋这边估计要来打一波 这样打一波 这样不打吗 前锋不打 机械师来打 这戒师好像也是个搏命啊 这边戒师我们看一下 也是个搏命 前锋也是个搏命 四搏命啊 这个就是这个游戏的一个核心 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个游戏的核心叫做 修机 这是一个修机游戏 它并不是一个打架游戏 你牵制的再好 你遛的再久 打架打的再好 如果说场上没有人修机 你做的一切 它都是无用功 且你的道具是可以被消耗的 你的状态可以被消耗的 而监管者 他的东西是可以无限序的 我的技能是可以序的 所以打着打着你会发现越打越亏 一边子拍拍到了 再一边子拍 那薄命就薄命 我再追个双挡 一个护臂跳开 可以可以可以 这样的话 调势这边被挂飞 监管者 这边黄衣手上面有一个闪现 算了机子还是算了机子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机子 机子还差整整两台 或者说加起来 总量差了1.7左右 这个机子差的太多了 前锋这边撞的话距离太远 没办法可以 不太可能 这这这这 这把的话打得有点太拼了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拼的 不拼的话是一个比较稳的 这里是个闪现 大家记得 这个时候呢 黄衣手其实球稳一点干嘛 闪现签 闪现签 拉球走也行嘛 闪现签其实可以骗前锋过来撞 然后顺势这边击倒前锋 然后挂飞条式以后前锋二挂 这个就直接锁定了 当然现在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机子这边的话 你最多修掉一台嘛 你还差一台 你还差一台 我这边把这个人 触手一根 拍 问题也不大 问题说实话也不大 基本上已经是一个稳定的 就就 求者要打开门战 是一个什么开门战呢 可能是个两人开门战 然后黄衣手这边的话 我觉得再留一个不成问题 再留一个不成问题 补状态 他们那边的话 状态要全部补起来 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这里的话 应该是能补 补好一个 也就是说两个残血 一个半血 那尽量补前锋吧 因为前锋是一个二挂 尽量补前锋 我觉得会好一点 前面触手压住 这里的话 密码机还会被干扰到 蓄力闪现一刀 好的 那边 两个人状态 倒是还抢 抢救出了一个状态 但这边还压到了一台机子呀 所以呢 秦某这个黄衣确实打得很扎实 你可以看到就是 在过程当中 其实前期比较烈的 因为机械师跟娃分开以后 他这边打娃 对于一个没有快速位移的监管者来讲 是非常亏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感觉就真的不紧不慢 就是 我正按照我正常的一个节奏打 你们来 那我这边有机会翻拍 你们不来 我尽量这边选择 对吧 把这个平局保下来 机械师这边再来救 救下来也没搏命 车呢已经开走了 然后这边还有台机子 再补一个束手 拍 拖着吧 反正外面机子不够 反正外面机子不够 这个局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学局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刚刚开局讲的那个思路 因为前期的一个牵制时间够 或者拉扯的一个时间够 外面如果三个人能修掉三台机子 那么你这边有一个带博命的队友压一手 无论是怎么救下来的一个结果 哪怕说是真的 你出现什么呢 前锋救不下来 其实我觉得也还有去保平的可能性 因为你前锋救不下来 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祭司和我条是外面一人修一台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天赋 是全员带博命的 所以说这边如果说 你这边既是被挂飞了 你再去挂前锋 前锋挂上的时候 外面就算是机子美好 机子差的也不会特别多 祭司跟条是拉个大洞 对吧 两个人用大洞来补机子 然后派一个人过去救 救这个前锋 也差不多勉勉强强的 打一个三人开门战吧 相对来讲 这个选择呢 是我这种老年人 球稳的老年人 比较乐意去选择的 因为他比较稳 比较稳 出手刚好卡住 好的 最终的话应该是锁定一个宝三 真四 挂地下室没必要 随便挂 挂完以后出手找人 手里有闪现 闪现一刀带 蛮可惜的吧 对于穷者来讲 这个开局主要是 他们的一个刷点 其实被机械师的一个走位 已经拉出了一定的优势了 这边的话祭司是想要 躲着 然后直接打洞过去 把人给捞了 跟动 反船没能成 地界门口转一圈 然后琴姆说 我冲S级 我能给你这机会 赶紧不信不信 拜拜